蛋糕卷系列我们也做了很多期教程了 大家打卡最多的应该是提拉米苏蛋糕卷 今天分享给你的这个海盐牛乳蛋糕卷 也是我们的老产品 口感有醇厚的奶香味 非常的绵绵细腻 夹心也是有做了调味的 教程依旧非常详细 我们来边做边聊 5个鸡蛋的量 分离出来的蛋清 你最好是送去冷冻个十来分钟 这样打发起来会更为稳定 这个时间来制作蛋黄糊的部分 和普通的蛋糕卷做法是有少许的区别 准备一盆热水 没错 蛋奶油的部分是需要加热的 70克蛋奶油里加入20克牛奶 50克玉米油 这个油的话我们电瘦会使用黄油 做出来的蛋糕卷是超级香 大家都反馈很好吃 但是用黄油很容易引起蛋糕卷消耗 家庭制作来说 我们使用玉米油 操作会更为稳定 蛋糕体的部分 也是有添加一点点的海盐 大概是2克的样子 如果你是使用食用盐 最好是把分量减至0.5克 因为食用盐的咸度会更高 过筛低筋面粉68克 大致拌匀后就可以加入蛋黄 74克 需要注意的是 你要确保搅拌好的蛋黄糊 是流畅的低落状 主要是考虑到面粉的吸水性不同 如果说你的面糊状态很浓稠 那么就在这一步加牛奶进行调节 搅拌的方式你随意 家庭制作量少 拌匀起来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这个我对你没什么要求 做好的蛋黄糊还是依旧放在热水里保温着 160克蛋清理加入细砂糖65克 打发的过程关于打蛋器挡位的顺序 我一直都有反复强调 就是为了能让你的蛋清打发出来更为稳定细腻 你有了这个蛋清的打发基础 你就能做好蛋糕 蛋清的打发呢 你先开启高速 等到蛋白霜表面出现纹路后就转中速 降低速度进行打发 时间会久一点 但是你会得到更为稳定的蛋白霜 等到蛋白霜表面纹路变得能堆叠起来后 就转低速整理蛋清 这个时候的蛋白霜是有阻力的了 提起打蛋头 蛋白霜是直腻的鸡尾状 碗里的蛋白霜也是需要腻起来的状态 取一小部分与蛋黄糊拌匀后 再全部倒回蛋清理 用蛋抽转起圈后 就换刮刀抄底切拌 主要是把碗底一些拌不到的蛋白霜给它拌匀 整个搅拌过程你只需要记住 快速拌匀就行了 这里拌好的蛋黄糊流动性不算很强 而且是能堆叠起来的 光泽度非常好 导入28厘米乘以28厘米的正方形烤盘 这里有个关于蛋糕卷没有毛巾面的问题啊 我看了一些同学的作业照片 它模具不对 其实这是个很细节的问题 如果说你的模具导热性能不好的话 那么你蛋糕卷毛巾面是会出现颜色不一致的情况 这个是很好解决的 换一个蛋糕卷模具就可以了 摆萃K55烤箱也已经提前热好了 我今天只做一盘 就用的是平炉上下火模式 设置160度烘烤了32分钟 这个烤箱它容量是50升的 你家用或者是私房都没有问题 出炉后的蛋糕卷烤色非常均匀 260克淡奶油里 加入1克海盐 16克糖粉 先打发至浓稠 奶酪的部分是需要提前放置稍微软化的 否则就容易在搅打的过程中出现结块的情况 当然如果你试用食用盐 一定要记得降低那个用量 加入50克奶油奶酪 搅打至9分发即可 蛋糕卷已经放置在室温下冷却 倒扣撕掉油布 可以看见非常漂亮的毛巾面 不过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正卷 所以蛋糕卷是不能掉皮的 想要蛋糕卷不掉皮 烤箱的温度一定要均匀 还有就是适当的延长烘烤时间 奶油尽量堆在蛋糕卷的前端位置 想要蛋糕卷底部接口平整 你可以斜切一下蛋糕卷的边 当然这个也是看你个人习惯 其实蛋糕卷这个带奶油的用量 它不是固定的 像我这个份量做出来就是O型卷 奶油非常的多 整个蛋糕卷胖嘟嘟的 你如果不喜欢奶油太多的 是可以按比例减少奶油的用量 在之前的小四卷对比里 我也有讲解过这个奶油用量的问题 送去冰箱冷藏两个小时以上定型 这个过程也是可以借助模具给它固定成圆形 模具我一般用的是三能的半圆木丝模具 切掉蛋糕卷的两侧就可以来开始给蛋糕卷简单的做个造型 这个造型你就用油纸裁切成一个长条 压在蛋糕卷的表面 再撒上防潮糖粉 注意不是纯糖粉 只有用防潮糖粉才能确保你在售卖的时候 蛋糕卷它放在冷藏柜里 那个糖粉不会慢慢的消失 按照你们的规格去切分大小即可 也有那种整一条麦的蛋糕卷 也有喜欢对半切的蛋糕卷是吧 像我们一般是切分6块 这样每块的份量一人份是正正好的 最后整理一下几个注意点 蛋黄糊的淡奶油是需要加热的 而且最好是保温食用 蛋清是需要打发至偏硬挺的鸡尾状 蛋清与蛋黄糊的混合速度要快 烘烤的温度要对 点击我的头像 主要有很多使用的烘烈教程 等待你打卡哦